美国空军威胁的第三个方面 是美国空军严重限制了志愿军作战的时间和空间 美国将军李奇威被认为是志愿军最难缠的对手 他在接任第八集团军司令职务之后 分析出志愿军作战的两大特点 并且把它形象的比喻为礼拜公式和月夜公式 所谓礼拜公式就是志愿军的任何公式 无论发起时参战的兵力规模有多大 战斗延续的最长时间是八天 为什么是八天呢 在美国空军的严密封锁下 志愿军的后勤补给线受到严重威胁 甚至不断中断 于是在一个战役开始之前 志愿军后勤准备的最大限度 只能是为一个士兵提供大约维持一个星期的粮食和弹药 而且这些粮食和弹药只能靠士兵自己携带 一旦粮食和弹药消耗完 战役只能停止 所谓越野攻势就是由于志愿军没有空军掩护 同时也缺乏防空武器 对美国的空中打击无能为力 于是只能选择夜间作战 天一亮就立即隐蔽 无论是礼拜攻势还是越野攻势 都极大的限制了志愿军作战的效能 而在美军掌握了这些特点之后 制定了针对性策略 当礼拜攻势接近尾声的时候 组织强大的反击力量 向弹尽粮绝的志愿军发起猛烈攻击 这给志愿军带来了严重的伤亡 不仅如此 由于美国空军的封锁 志愿军后勤供应不上 当志愿军推至三八线以南时 所有的部队都缺少棉衣 药品 粮食 弹药 到处冰天雪地 战士们吃不饱 穿不暖 非战斗检员日益严重 有一个师 因冻伤而失去战斗力的士兵 就达上千人 第四十二军还称 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中 士兵们还穿着草鞋 上级给一个班的士兵 发下一双棉鞋 全班的人都舍不得穿 于是规定 谁站岗 谁就来享受这份奢侈 结果整整一个冬天 经过无数次在严寒中的残酷战斗 这双棉鞋居然没有丢失 也没有损坏 当这个班从前线撤下来修整时 棉鞋被完整地交给了街坊的兄弟部队 彭德怀在回忆这段困境时说 我打了一辈子仗 从来没有害怕过 可当志愿军打过三八线 一直打到三七线的时候 我环顾前后左右 确实非常害怕 是啊 美国空军的日夜封锁 导致的补给严重不足 以危及几十万将士的生命 这种害怕不难理解